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人想要跟中国大 这句话要跟习近平讲 对 就跟中国讲 去跟李克强讲 正好 李克强已经 太低运了 太低运了 太快 太快 我觉得我们卧槽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好 这一集我们继续跟 Cony来聊一下民房的议题 欢迎Cony 哈喽 大家 我是维派妮女孩的Cony 那上一集我们聊到女性 义务义的这个问题 那也请Cony分享了她的看法 那大家都知道在台湾目前的 四官兵的比例是高过 日本跟南韩 上一集已经有讲到说 接近到美国的比例 目前台湾的军队里面大概有15% 都是女性的官兵 有些人就会酸说是募不到兵才一直开放女性 但Cony也有跟我们分享实际上 也没真的开放那么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可能有一些 刻板印象的误会这样子 而且根据国防部的资料 其实公认战力很强的美国和法国 还有女性的四官兵 其实跟台湾的比例都差不多 只比台湾高一点点 那我相信没有人会说 美军女性这个士兵那么多 这个战力很弱 她们明显的是很强的一个战力 而且美军其实2015年开始 也开始向这个女性开放所有的军队职务 就不会预设说什么职务只有男性可以当 像比如说像被认为最艰苦 训练过程最难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或者是甚至开始潜艰啊 都开始开放女性的士官兵了 那如果如Cony上一集跟我们分享的 差20年后 我们差不多2035年的时候 来得及吧 令人害怕的 没有了 其实要补充一下 这军队目前应该是只剩下潜艰的职位 没有开放给女性 所以其实目前都有开放 法律上面规定 就是都有开放了 包括像海军的这个舰艇 陆战队之类的 对对对对 其实都有开放女性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嘛 军队文化 就是你开放女性了 不一定女性会去申请 然后再来就是 女性去申请了 不一定会上 对 到制度上平等 但是文化上可能 还需要去加强 因为到底是谁选择 这些人可以来受训的 那也是交由那些 在军队里面服务的人啊 那他们觉得谁有资格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那这个筛选的部分 他其实是没有 真的一个明文规定说 你要选哪一些人 哪一些人你不能选 所以说在这种 模糊的状态之下的时候 好像女性要再往前进一步 还需要一点时间啊 因为台湾其实从1991年 就有招女性军官跟士官 但好像到2007年 才开始招女性士兵 对那其实这十几年来 就从2007年到现在 有更多女性加入的 对但在民间的讨论上 就如我们前面聊到的啦 就有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人说 女生又不用当兵 有什么资格讨论 国防跟民防 那我们就非常需要 像Cony这样子的 可以让我们tag出来吵架 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 有点像是 直接在占资格论嘛 但其实又面对 比如说国防民防这一题 就是是不是说 你一定要当过兵的 才能谈 我知道Cony 你现在的身份 你有当过职业军人 而且你现在好像有 在帮忙推广 全民防卫的观念 那你自己在什么看 这一题资格论的问题 资格论 我觉得我自己 蛮讨厌这个资格论的 因为我自己 就算已经当过兵了 但是我以一个女性的 身份退伍 我在刚退伍的 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也觉得 我自己没有资格去谈 even你都会觉得 好像我不该 讲这些事情 对 我会觉得说 我才当六年而已 我有什么资格 去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可能是 女性军人 就是算是比较 长期在军队里面 某一种被否定 她虽然说 没有直接否定 你的能力 但是你就会感觉到 你的性别 在军队里面 并不是一个 真的那么受欢迎的 性别的时候 你会对于自己的能力 是会有一些质疑的 我其实刚开始 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一年的时间吧 就慢慢的去思考 说我可以怎么去谈 我的国法 我会觉得说 当大家在讨论说 到底谁有资格 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有当兵的经验 你就有资格谈吗 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没有当兵的经验 你就不能谈吗 并不是啊 就是像我一直 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听到的 战争其实是 跟所有人有关系的 所以他不会因为 你有没有资格战争 不会因为你有没有经验 战争就跳过你 你没有经验 战争就跳过你了 拿枪对着你说 你有没有当过兵 没有 下一个 没事 抱歉抱歉找错人 这是女的 我先不诈 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情啊 所以说这件事情 如果跟每个人 都有关系的话 那每个人当然都有资格谈啊 我就很讨厌 就是别人就说 你女生又没有当过兵 有什么资格谈 你这个制度 也是我们缴纳税钱 我们就是也有缴纳税钱 也有加参与 这个国防的制度 那为什么 凭什么不能够谈 有什么性别 是被排除在这外面的吗 其实他不应该啊 就是军队的建制 很多时候也都是 跟我们每个人 是息息相关的 只是在之前 可能大家 比较没有这么关注 这个议题的时候 通常就是 一般人是不太会去 碰触这样子的议题啦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 好像整体来说 是一个社会刻板印象 需要时间去 慢慢的改变 对 那希望这几年这个 大家可以有更健康的讨论 对 不过讲到更健康的讨论啊 其实之前公式 主题之夜 做了几集节目 在讨论战争这件事情 但就是 内容有一点尴尬 比如说 Cone是不是有上 我有上 那个女性 要不要当兵那一集 对 那因为像 他们做几集节目里面 有一些这个 参加者的发言内容 就引发讨论 比如说 有人就会说 战争要交给 专业的人处理啊 然后甚至有一些学者 就讲说什么 只要跟中国好好谈 不要招惹中国 就不要投资那么多资源 在国防预算上 那我想要知道 Cone通常会怎么回应 这样子的说法呢 其实啊 我会觉得 就是他所说的 战争交给专业谈 这件事情 这个蛮有趣的 就我某部分是 同意这件事情的 那同意的部分是 我同意军事是一个专业 是一门专业 我会同意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你必须要肯定 职业军人 他是有他的军事专业的 我觉得这现在在台湾 是一件很缺乏的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军人 就是很废 没有战力 然后他们的那些军事专业 到外面来没有用 其实他这个想法 他也甚至是充斥在军人的 整个群体里面 他们自己也这样觉得 没有办法去肯定 自己的专业 因为这个东西 他可能是很少人 可以去谈论的 甚至是在军队里面 大家就会说要保密 然后就不太会去谈论 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肯定的是 每个军人 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专业 但是战争 只交给专业的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他是有问题的 对因为我们打仗的时候 不会是只有军人在打仗 对那你这军人在打仗的时候 我们其他的人 也应该要做一些什么 我们不可能就是 在军队里面我们在强调团队的时候 我们就是前面有人在努力 后面的人要去支持他们 如果没有支持 没有去支持前面这些人的话 那其实这个团队是失败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的 所以说前面的人在打仗 后面的人也很重要 那这后面的人是谁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一般的民众 不管你有没有当过兵 或者是你现在是后备一军人 我自己就是后备一军人 那或者是一般的 你完全没有当过兵 也没有碰过任何军事的东西的民众 我们都可以在战争的时候 成为军队的后盾 或至少不要扯后锤 不要在那边说 没错 不要跟中国打就好了 对 不要跟中国打的这件事情是 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人想要跟中国打 这句话要跟习近平讲 对 就跟中国讲 去跟李克强讲 糟糕李克强已经 太地狱了 太地狱了 太快 我觉得我们莫草 因为这几年都在讨论民房这个题目 我觉得刚刚Kony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战争这个事情 我们交给专业的军人很重要 但是其他不是职业军人 并不是说 OK那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看球赛 并不是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OK反正如果要开张 就是这群人和这群人 就是两边的所谓的职业军人 或是军人在对抗 但我觉得现在战争 其实看到 比如说像以色列 或是像乌克兰这样的状况 就知道 没有完全不是这样子 这是传统想象的前线 已经没有那么明确了 或者是我觉得对万步言 就算是用看球赛的态度 你至少要支持 你自己这边的队伍吧 对 像刚刚Kony讲的 就是社会可能还是有一种 我觉得军人很废啊 然后不相信中华民国国军啊 但我知道之前看到一些资料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收到资讯 可能都觉得中华民国军队 一定会输中国 但这几年我们就知道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对 就是至少我们要有信心 对 然后不要扯后腿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刚刚前面 Kony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像Kony自己 你看他刚在我们休息时间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说 他受的很多的专业训练 不止一个两个人分的这样的专业训练 但即使如此 他可能在推移之后 也会想说 我这样好像我真的能够跟大家介绍国防吗 好像我也不是真的那么专业 这种感受导致了什么结果 真的会去浮出台面 在那边宣称君是专业的人 往往都是一些 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专业的人 我觉得刚刚那比较是性别的问题 我不说话了 对 就是你知道公共空间的 这个女性话语权的问题 确实就是有些人讲话特别大声 但是那些人不一定是最专业的 所以一般民众所观察到的反应都是 我看到怎么都是军人 好像都不是那么专业的在发声 所以我觉得反应 那些人可能也不是军人 对啊 对因为也没有先把那个证拿出来 检查还下载讲话也没有 所以变成说整个社会对于军人的信任程度 是很差的 可能是中国党害怕 某某党 某某党 全全党 他们很多部分去立委 要逼掉是不是 要逼掉 好像 应该不用吧 本节目 本节目bis 中国党是很正常的事情 抱歉我要回来 那所以我觉得刚刚想要 弥防这议题的时候 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情境 就是尤其比如说可能的战争 可能的这种大型灾难的时候 比如说之前比如台风啊 或是烟水什么 我们其实刚刚看到都是 第一线救灾的时候 军人反而又被调去救灾 但是如果今天发生的是 战争造成的灾害的时候 你会希望你的军人 就是因为可能也许有发生一些空袭 轰炸等等 你军人不只要在前线作战 他要同时出现在这个家园中 帮忙打扫清洁 帮忙救灾等等 那这样的话就是 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战力 发挥在最有用的地方 就这个时候就是空人讲 我们的民间的力量 就要把它补起来 你必须要有这个民间力量 去恢复我们日常生活的运作 还有这个后勤 让整个社会运作 让军人可以放心的 在前线作战 后面有人顾着 对那因为如果谈到 国防民防啊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想象 或者是想到的那个画面 就是男生聚在一起 聊当兵经验 比如说爸爸们 就是超爱讲 我爸都退伍 可能有50年了吧 然后到现在还在 讲当兵的经验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场合 真的是非常的少见 对 因为我们可能会常会看到 有一些这个军武迷啊 然后在网络上谈 这些军武科技的发展啊 或者国外的战争 等等的情况 那我觉得那可能 对一般人来说 或像对我自己来说 就我虽然稍微关心 但我也不想听 那么多军武的细节 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问孔尼啊 就如果对于 就是比如说 我们像我这样子的一般人 那比较没有 对这个议题这么熟 但也想要了解 那可能会建议 怎么入手 或者是怎么开始谈呢 我觉得现在的资源 确实比较多了 因为像我草嘛 然后黑熊那边 也有做蛮多的东西 那我自己前一阵子 又到激进的一些档部 然后他们的档部 他们现在甚至 有在做一些小卡 是告诉大家 就是空气的时候 能够怎么办 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 如果大家想要再接触 更多一些国防资讯的话 我觉得可以真的 从民防入手 那我觉得 现在好像大家 比较希望能够做的事情 是把国防跟民防 接轨 接在一起 当这些东西 我就会觉得 它应该要是一个连续体 这个连续体是 军事专业跟民间 它必须要是一个连结 在一起的 只是在之前 中间是非常断裂的 就是在大家还没有开始 关心关注战争之前 国防跟民防 这中间的连结 是很难看见的 那尤其是说 军队虽然说 很努力的在做 但因为他们 全民国防 其实做很久了啦 这是什么营区开放啊 或者是说 军队去帮助 林里啊 敦青慕林 对对对 这种事情 其实蛮长 军队以前 就已经在做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跟从民间 在做回去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军队之前 在做的时候 比较像是 国军站在一个 比较高的位置嘛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或者是说 你来我的营区里面 看看我们现在 有多少很厉害的东西 还是那个他者的感觉 并没有 inclusive进来 对对对 你就没有跟着 你就是只希望 人家来帮你拍拍手 这样子 我讲的有点难听 但是我个人的感受 确实是蛮直接的是这样 但是你真的是 可以在这些 进入军队的过程之中 如果你真心 想要学一些什么 确实真的可以 学到一些什么 像我自己之前啊 就是前一阵子 我还仗着 我自己现在 有学生的身份 我就去报名了 那个属战营 我那个时候 其实是我高中的时候 很想要去参加的东西 但是我那个时候 太抢手抱不到 所以我现在就是 好我现在还有 研究生的身份 所以你说你退役之后 留意学生的身份 对就是去报名了 属级战斗营 我就想说我去看一下 他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我就先不讲 我自己感受到的心得啦 但是当我真的进到军队里面的时候 确实是可以接收到一些军事的资讯 但就真的很浅薄 因为军队还是一个尝试着在 那群众进去 但是你同时又要保密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很多的东西 军人是讲得非常保守的 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想要知道军事的东西 我就去找军人聊啊 没有军人不会告诉你什么事情 就他就是要讲什么 他也会觉得有点 卡卡的 会自己 对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勒住这样子 对所以说 如果你民众真的想要去接触的话 或许是从民间这边去接触会更好 因为军队的 提供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会很军队 我懂 就是像记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 国防部有出民防守测 对但他民防守测就很军队 他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去找谁 你去找谁 然后去扫QR call 对 完全可以想象 因为我们刚好 握手我们自己有做嘛 我们大概 我们比他们早出一些些时间 大概早出一两个月 这样 我们原本是有这个 什么记者去采访 访问 因为一开始是认为说 行政院国防部 他们好像没有要出了 所以哇 好他们不做 我们民间自己来做 然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 后来他们好像决定还是要做 那想说 这样子后面会不会跟我们打架 后来我们一看到国防部的版本 我就 太好 放心了 安心了 对 因为他那个就是 我某些程度 我看有些内容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努力过 他们很努力的 想要收集一些资料 然后这个时候 我要跟别人讲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 就像Cony讲的 他的很努力的结果就是 OK 如果断电了 你可以打电话给台电 如果没有水 你可以打给自在水公司 我可以想到他们可能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对 我要跟大家讲 可以打给台电 我要跟大家讲 可以联络自在水 他不知道民众在想什么 对 他没有办法以民众的出发点视角 去想说 OK 这个时候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这个能力 当然有 比如刚刚讲到 有些是机密的问题 就不能公开给大众讲 但是如何有效的跟民众沟通 我觉得国防部有非常大的盖进空间 我觉得那部分给国防部烦恼 像刚刚你讲到的 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可能比较可以从民房这个部分入手 对 那我就是有观察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就大家最近在讲说 这几年民房活动比较多之后 很多人去参与活动 就发现这个活动上面 女性的参与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对就发现台湾女性在民房的行动力是很强的 这样子 对那甚至沃草之前有一篇报道啊 这报道标题叫做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守卫家园 首批台湾社区紧急应变队七成是女性 好这个报道我们可以再放在资讯栏的地方 这样子 因为记者就发现说 这个台湾社区紧急应变队里面的女性比例很高 对那想问空你之前参加相关的民房活动之类的 有类似这样子的观察吗 我在黑熊有当讲师 那其实在黑熊当讲师的时候 我大概如果看一下男女的比例 其实是一半一半 有时候甚至是女生更多 我觉得会这样子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 女性本身就没有一些管道是可以去接触到军事的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可能就会比较积极的愿意去学习这件事 那很多男性他可能之前有一些义无义的经验嘛 就会觉得说我已经有经验了 我为什么要听这些东西 有可能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说可以看到在这些民房的场合里面 女性的比例高 我觉得蛮合理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所以才愿意来上课 但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足够的 或者是说你已经这些都知道的话 那你当然就不会过来求职 就是不会想要来学一些东西了 所以比较像是过往 这个国防教育里面女性缺乏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民间办的活动 就大家比较想要自己去补足 我觉得也很像整个社会之前 其实是不欢迎女性参与讨论这个题目的 就是刚刚之前提到嘛 可能在中学阶段 男生上军群 女生就你去上狐狸 所以从这个时候就把你给区隔开来 然后就提到就是说 那进入这个在社会上的接触经验不是很愉快 为什么都听到一些阿公阿伯在那边聊50年前的当兵经验 所以学习听到的国防经验都不是很愉快的 对还好我们现在民防推广有很多不同的单位 大家可以各自选择喜欢的东西 对 我想要补充就是 我刚开始在谈我自己的军事经验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想说 我很好厌 之前很好厌听到男人们聚在一起 谈论军事的那个方式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要怎么讲出来我自己的军事经验 才不会跟他们一样 光是你讲就跟他们不一样啦 而且对光是你讲就不一样 而且有这个meta 就是有意识到不能够像那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你心里有这个想法 或有在在意就已经不一样 对不要man-spending 对 怎么样 你很害怕是不是 对 我一讲完然后没有 接我man-spending 你很棒 对你很棒 不是啊 我在休息30秒不讲话 对好没关系 那因为其实像沃曹这几年 就是有尝试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去采访一些大家正在组成的 民间的团体啦 那或者是制作公民行动指南的手册啊 或者是讲座等等的 对 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 是有时候谈到战争 或者是我们如果跟身边的人聊 比如说我跟我健身教练聊 健身教练就说 所以现在是要开打了吗 我觉得这题真的好难回答 我就是蛮想知道 若空你遇到会怎么打的 已经打了啊 对我们现在就已经在战争之中 战争已经开始 对就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开打了吗 我就会开始跟他啪啪啪一连串的 就是跟他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子 就是解释资讯战争之战的部分 对啊就会开始跟他说 就是你平常生活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最近很多的 中国的资讯越来越多了 对那在画手机的时候 是不是常画到一些抖音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连脸书上面都非常多这样子的影片 所以说这也是其中一个战争的方式嘛 他就是要在这个 你在很快乐的时候 就默默把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 就洗过去 植入到你的脑袋里面了 所以其实是现代战争的想象 已经跟过往非常不一样 不是说炸弹掉下来才是战争的开始 对啊对啊 所以就我觉得其实最近的观察 跟前几年的观察蛮不一样的 就现在大家比较愿意去谈这件事情 因为在之前的话 我想要开口谈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尴尬 因为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情 我在我如果提出来的话 就好像我是一个什么 好战分子之类 或者是说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在这种时候 突然谈到这个议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想要做国防 关我什么事 因为我会觉得说 这个议题是重要的 但是它离民众太远了 所以我才会想尽办法 就是想要用 从不同的面向去切入国防 那我自己比较擅长 就是从性别去切国防 那我在那里面也谈了非常多 就是可能性少数跟国防的关系啊 或者是说 我之前甚至谈光转型正义 跟国防的关系 就是我自己在谈 对就是从各个面向去谈 就想要让大家觉得说 哦国防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只是从什么样的面向去谈 而且之前这也是国防部不会告诉你 去看的地方 因为它根本就不希望你去看见这些事情啊 当民众开始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代表国防部要开始转变了 哦他会怕 他会紧张 有人在看他 或者是可能就会有一些 更多来自民间的压力跟讨论 是啊是啊 我觉得军队他要前进 其实最大的动能 应该都会是从民间而来的 对他要从自己内部去发动一个转变 蛮困难的啦 这让我想到有一个就是 其实做很久的一个调查 我记得应该是政治大学 跟国外杜克大学的一个民调吧 他每年都在做 然后反正这题目也很常见 就是说大家到底如果发生战争 或者什么 那你台湾人也没有抵抗的意愿意志 那那个数字当然可能 也许不同机构啊 不同民调之间 大概会有一些高高低低 但是普遍来说 大概都有六成上下 就是这个数字其实在 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都是高 这可能数字让大家觉得很意外 其实相对其他国家并不低 是蛮高的 表示说我们大家其实都有 有抵抗 就是捍卫自己家园的意愿 那他另外的数字就很恐怖 就是那你对自己国家的 这个军队也没有信心 那那个我记得数字 大概是三成上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太悲伤了吧 这个感受就是 其实大家是有那个能量 包括其实大家很多人 是想要讨论的 很多人是想要参与 我想要学习 但是我觉得国防部也很可惜 没有开放这个门 让大家有效的去学习 好的是现在有民间的团队 就是撑开这个市场 这个能量 就是如果你们想学更多 你们可以来我这边来哪边 去哪边 那我觉得现在期待 就是由政府 把这个能量给接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 从民间 然后慢慢的引导国防部 或者相关的民防 国防的改革 我要谈 就是教招的那个时候 我自己有回去教招 这今年是第一次开放 女性回去教招 然后我就听那些长官在聊 他们就谈到民防的时候 有长官就说 民防我知道 那个黑熊学院 所以其实军队里面的人 也有在耳闻就是 民间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他有评价的感觉吗 对于这个事情 他其实没有评价 对 但是我会觉得说 军队目前还在观察 或他至少知道 知道就是因为好像开始 知道民间有更多想法 对对 至少这个没有迟到20年 不然他们要20 20 20类的才会跟上 听说有黑熊这样子 对 但是他可以感觉得到军队 一直有尝试着想要去回应 但是他们就真的比较保守 会需要一点时间来去接轨吧 我在想 因为现在我感觉到 民间其实是蛮积极的 比较想要跟政府去合作 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 就我自己的看法 我会觉得 民防这件事情 说真的到最后 应该也是要由政府来主导 而不是只有有民间的一个 团队来做主导 这件事情 他会没有那么合理啦 或者是要跟政府的一些资源 做接轨 没有错 比如说民防大队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是 现在有的编织 大家又露出了 尴尬和不失忆 我讲我们这个 我们卧槽 最近了解到一些 民防大队的事情 可以吧 你说 就我们有同仁啦 就想说 我们自己做这个题目嘛 所以好像应该 亲身去实验一下 去那种 各地的派出所 其实都会招募民防团队嘛 他就真的去派出所 去参与了 所以他大概就是 这两三个月加入嘛 然后他去领制服啊 等等 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先跳过 但是呢 他就接到一个同事 问这个 我们新加入的这个同事说 你们好像也有在做 民防的议题嘛 那你要不要下个月来 我们这边分享民防 来做什么 就想说 等一下 你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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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卧槽 去跟这个民防单位 分享 怎么做民防 对就觉得 好 一方面很开心 就说 表示我们的专业得到信任 然后这个 我们可以去分享 那个推广 我们想要关心的议题 但还是会有情形 所以你们之前 这是空的 对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所以这也是鼓励大家 就是有时候你会看 你会觉得 这个好像很废啊 民防的 这个都是阿公阿们 不知道在干嘛 在那边聚餐 没有只有阿公没有阿们 实际上是这样的 是是是 对不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你 你还没有去参与 你想要改变 你就可以 你自己去参与 你就会成为那个 就是那个团队里面 最顶尖最top 去影响他们的人 真的 是不是 民防其实 在这之前 是一个老化的状态 或者是比较跟地方的 这种 联谊或政治 结合在一起 并不那么有 真的民防的效果 对我们之前 就是常互动的一个 一个立委 哪有关心这个题目 民防的题目 他对民防团队 印象是什么 很能喝 好像这也是一种战力 对这个战力也不错 如果这个真的运用到 这表示身体不错 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可以的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 其实想要改变这个样态的话 就是自己去加入 慢慢去 想就是 不是说洗 去影响 然后去改变这样的一个 生态 就是有人开始做 就会慢慢改变 或者是有更多 这个 比较偏我们立场的人 参与 就可以稀释一些 这个 对确实 这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 把你自己的 政治的 意志 把它太进去 当你真的有在做 就是 只要有人在那里 那个位置 他就会活起来 这样真的 对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战斗位置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 让这个周边的单位 活起来的方式 好 那因为其实当然 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些战争 或者谈民防 当然是我们都不希望 战争发生 并不是聊这个话题 是像某一些 这个反战学者说的 反战要加一个引号 说的 好像是我们很希望战争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战争 但我们都知道 台湾面对中国的侵略 那其实是 叫行进品不要侵略嘛 就问题在那边 如果不去面对的话 其实是 伤害到台湾自己啦 对 那因为明年初 接着要选举 所以我们谈民防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 又要用中国威胁 来卖芒果干啊 催政党票啊 等等的 对 但其实真的是 跟选举没有关系啊 战争说来就来嘛 比如说俄罗斯 禁越乌克兰 或者是哈马斯图西 以色列 这些事情都跟选举 或者是很多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要独裁者 在想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以台湾的状况 也是更特别 我觉得大家 可能谈民防 有时候讲到是什么 一种 有点像是防天灾的概念 那是也许我们台湾 很多地震 很多台风 对 讨论地震 你不会说你期待地震来 对 然后你不会说 我加个门锁 然后再挑衅小偷 对不对 那我觉得用天灾比喻的话 那台湾在中国旁边 本身就是一个天灾 本身就是一个天灾 所以我们本来 就要做好准备 不然你要怎样 我们不能就是 搬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本来 就要做好准备 而且就有些 可能正式人物 他们可能想说 没有啊 我们可以跟对方谈判啊 这个我们刚才谈好条件 他们可能不会打我们 但是我觉得 必须要了解就是 我们这个和平 不能够依赖 独裁者的良心 对 而且这个 你看他们自己 如果以中国 最可能的侵略者 他们在最爱党的人 都会被这个 可能消失啊 或是不见啊 或是很年轻就过世 那我们不能够依赖这个嘛 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 我们能做就是 让我们大家自己 都有一定的防备能力 不然在国防层面 你军人有军人的专业 那一般民众 你如果有一些自救 然后甚至救人的能力 这样子就整个 这个社会的任性 就会更强 不然只能就是 像一些 所谓反战学者提的 就是我们就是 放下武器啊 我们好好的坐下来谈 那我们就可以 不用战争 OK 如果有那么好的话 我们刚刚请问 听到什么乌克兰 俄罗斯那些就不会发生 对啊 难道乌克兰没有尝试过 跟俄罗斯谈判吗 真的 其实有 对啊 对 所以其实与其把这个 和平希望 放在独裁者认知上 这样还不如 我们自己多做一些准备啦 对 那比如说刚刚讲的说 可以带民房的 不同的训练的单位 去参与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 地方的这种民房大队 或者是地方 原本既有的组织 大家可以参与啊 那或者是如果 以这个一般个人的日常训练 或者是日常准备来说 Kony有没有 可以给我们听众 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 日常准备哦 我自己是有听朋友 就是他们也都有 在准备一些放在包 或者真的是一些 体能的训练 对 因为你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体力啊 对 如果你的个人 本来的体能就好的话 那你在战争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撑更久的 那我觉得还有日常的准备是 你可以开始观察 你的周遭 就是你住的地方 可能你的邻居是谁 然后你身边的 比较常接触到的人是谁 我觉得就是跟 为什么需要兵推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自己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去设想说 哦 我如果真的有一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如果这个时候在家里 那我出去的时候 我会遇到什么人 那这些人 有没有需要我的帮忙 或者是说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还有 我自己可以多准备一些什么 对 就是这些都必须要 事先先预想好的 才不会说 真的在战争的时候 你毫无防备 或者是说 我自己也变成 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觉得 我想现在收听 就是这个频道的听众们 可能本身就已经有一个 多余的能力 是可以去协助他人的 那像我自己就是最近 就会开始观察说 哦 我家其实隔壁是 有妈妈带小孩的 或者是说 我家楼下有一些老人家 那就大概记得说 他们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说真的 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彼此互相协助的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需要去想远一点啊 嗯 因为我们现在 在成平时期的时候 说真的 要想这件事情 它其实很困难的耶 因为你也根本就不会知道 说发生什么事情 但至少你要把自己的感知打开 就是 我知道说 我记得身边的人 我要再多去惯心他们一点 嗯 或至少肌肉不会背叛你啊 大家练身体 练起来练起来 总不会有坏处 健康总是好 健康总是好事情 对 对 或是像刚刚你讲到 准备这种紧急避难包啊 那因为卧槽公民 行动指南里面也有 推荐大家如何准备 我觉得其实是任何时候 作为台湾人 应该都蛮实用的啦 因为台湾毕竟也是一个地震啊 淹水啊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觉得做这些准备 绝对不是我们挑衅啊 或者是好战什么的 而是像刚刚你讲的 一般有兵推 那我们一般老百姓 可能也可以做一些沙盘推演 去想象 面对极端情况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 而且刚刚コネ提到 就是去了解 尤其社区 就是不是你个人而已 个人家庭 然后过到社区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也蛮重要的 就是像日本 日本也是一个 就是很多天灾的地方 我记得应该是 是他们的 百姿大定胜吧 那他们其实有做一个统计 就是生还者的统计 他们其实说 生还的比例 是自救的人 是70% 然后他人 就是不是国家 就是他人邻居 社区周边的 就是20% 只有最后10%的人 是最后可能国家的力量 进入之后才救的 那是因为 就是第一时间 灾难发生的时候 国家资源 也许要会暂时的停摆 或是受到 这个很大的打击 他没办法 第一时间就投入资源 去救助 那那只是地震 当然地震也很严重 但是如果今天发生 是更复合性的灾难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 他更难有资源 去投入在救助一般的 就进入社区 去救一般民众 所以真的自助 然后如果你有 这个等级练得更高 你有这个 比如说你有这个学习 救护的知识 学习救灾的知识 更多的话 你去救你社区周边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如果每个社区 都有一个call你 哇好安心啊 不行啦 我们每个人都要当 我们每个人都要当这样的人 要学习再去当 不许能够当到百分之百 但要学习去当这样的人 是啊 但如果说 你自己还有一些 额外的能力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再去读 学一些其他的技能 就像是 有一些无线电的征照 其实民间无线电征照 是可以考取的 他考取好像也不是 非常的困难 但是当你自己 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 你在战争的时候 可能也会 也可以派上一些用场 那像是 最近无人机也很行嘛 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学的话 那在拥有这个 无人机征照的时候 你在战争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用到 你真的不会知道 只是这些技能就是 你必须要去发挥 你自己的想象 我自己手边会的技能 我可以在战争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用处 就是真的很凭 大家的那个想象力 还有你愿意投入到 什么样子的程度 说真的 就是战争发生的时候 前线的人真的在打仗 那我们后面的人 就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 过好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把自己照顾好 不要扯后腿 就已经是对国家 跟前线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 比较是 Kony对于个人准备 然后或者是 我们自己参与民房的建议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 那我想知道说 如果对于比如说 政府端 学校端 在国防民房 可以做什么 Kony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政府端 他现在应该要再 更积极一点的 去调整 就是所谓的民房大队 或者是说 现在现有的体制 就是政府端这一块 应该要再多做一点调整 因为目前为止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 再更多的琢磨 在民房的这一块 那学校的部分 我觉得也很需要 就是有一些资源 是进到学校里面 去宣导着 战争的时候 或者是说 甚至是 你民房 就像平常 就是卧槽在做 或是黑熊在做 这种东西 他其实也应该 要进到学校里面 因为我之前 有去做一个演讲 那就有一个老师 他就提问 就问我说 好如果我真的 在战争的时候 这时候突然发生了空袭 老师 身为老师 我要怎么去指引 我的学生 对就这件事情 老师们 在学校的老师们 其实也会很好奇 很困惑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可能 就是在我们谈 个人民房的时候 比较不会去谈论到的 在我们谈 我们要怎么去保卫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少去注意到说 当有一些集体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去到 就是去宣导 让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我们地震 会有地震演练吗 但是我们在空袭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这个空袭的演练吗 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没有看见的 那个警报想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 就是不能出门买东西 这样子 我的乌尔一卡在路上 对 只在乎这个 对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政府 可能可以再去做 更加琢磨 虽然说今年也有看到 就是不管是挖南演习 或者是其他的演习 政府端他已经有在 更实战化的去做 而不是真的只是在表演而已 对 我觉得这点是蛮值得去肯定的 但还可以再做的更多 我们也有看到 我们办公室附近的公园 其实就是原厂被 指定是防灾公园 他们其实就只有做一些演练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大型灾难的话 可能就是疏散的地点 你可能会在那边有帐篷 那有些 他还有蛮特别 还有那种 我们那种看到的帐篷 还有说 这个是给动物的 就是如果家里可能有 陪伴动物 虫物 猫 狗等等 你可以在那边 然后你可能是 有家庭式的帐篷 你有单身的人的帐篷 然后还有不同的 这个什么心理卫生 就是如果你有些压力 你可以去那边 舒缓的一个空间 所以确实是有在做 我觉得 但现在都表达上很点 就是每个现实也许 有些事半的点 这样子慢慢去测试 但有在进步 但我们怕就是这个太慢 因为就是这个时间 这个中国不知道 会不会等我们 习近平的这个想法 很难预测 对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那个能够加速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自治政府的这一块 我自己也觉得就是 谈到另外我自己 比较熟悉的是后备战力 因为这块也是之前 大家比较会忽视的 就是教招这一块嘛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军队啊 其实更多的是 依赖后备军人 而不是只有 就是前线的军人这样子 我们后备军人的人数 是远超过 就是现在现役的军人的 那之前的教招 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身边多少应该都有男性朋友 在抱怨说 干爲为什么又抽到我 不要去点网站 不要去点教招网站 不然你点上去 你就会去教招 所以大家这是一个 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啦 但是到今年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关于教招的这块 有那个新的教招 对新制的教招 14天的教招 就有更精实扎实的一些训练 所以你上次有说你有去教招 是就是新式的教招吗 没有耶 女性加入就是 一样是五到七天的那种 你又被差别带去 你就去这边巴这样子 对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还特别去问他说 我教招 我可以自愿去报名14天的吗 他说 女生现在没有 对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我这个身体性别是被排除在这个东西之外 我想要去接受多点训练 但是你不行 对甚至是好我那个时候也会就也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 我是到教招的时候我才知道 就是他们就特别提到说 后备军人有近深的管道吗 就是可以在往上升 你后备军人还是会升等 然后但是他就特别补了一句 但是女性的军人现在没有这个管道 女性的后备军人没有这个管道 为什么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你后备军人他其实就变成是说你平时的时候你是后备军人的状态 你暂时的时候你就会转为现役 对 你就会被召回去的时候你就直接变成现役 那你就会有你现在的那个阶级 所以说如果女性军人是没有这个近深的管道的话 那就代表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个阶级 你不会随着时间然后不会随着你的经验 这个东西是往上升的 那没有原因就是因为生理性别 没有就是因为之前女性没有加入教招 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的 OK 对我是这次回去教招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还有这件事情 那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去教招了 那我们有这个相对应的升迁的资格还是什么吗 就是到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都要想到就发现就是说 好像真的有在往好的地方改 但是那个速度让人很担心让人害怕 对啊就是像对今年我们回去教招 确实有感觉到说他们在尝试做一些调整 然后也不像是之前教招就回去坐在营区里面 看影片看电影 我还有听到一些朋友他们回顾都是这样 对然后看就是没有干嘛 然后就过了五天然后拿了很少的钱 那关于这个新旧制教招的比较 卧槽也有文章的一样可以放在资讯栏再请大家参考 对对就是两个其实差蛮多的包括一些设计的训练或者是专业的训练 其实都改了非常非常多啦 那我觉得其实后备军人就算是职业军人 然后跟民间之间 中间这个非常 我们刚有谈到嘛 还是比较缺乏可以补上的这一块 但之前大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视这件事情 那后备军人的这个身份好像也没有非常被在意啦 没有被认真看待 是啊是啊 但是在美军其实他们的国民兵就是一个后备的制度嘛 那他们那个后备的制度其实也在战争之中 或者是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土防卫这一块是占了蛮大的比例的 而且他们真的是有在做训练 因为我记得在做很多这个国际啊 不同国家之间的军力比较的时候 都会提到哇台湾有上百万的后备军人 然后这个数字看起来就哇哦 But 然而就是略省略瓜胡 我们就不要问很恐怖 对对对对就会蛮可惜的啦 因为你这些人有这些身份 就代表你还在管制当中嘛 那你这个管制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运用这个人力 那也是蛮可惜的 听起来是慢慢有好的开始 可惜太晚开始 不会啊 但我觉得整体这个听起来 我们还是在往这个 好的地方前 有在进步 对对往好的方向 希望明年一月之后 还会继续往好的地方前进 对对对 大家这个要慎选的投 还是五月五月就职 对对对 没有二月立委就职 慎选候选人这样子 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候选人 关于这个安全议题 国家安全议题是 不然就不用再投 什么样的态度这样子 对不然下次就不用投票了 好那今天很感谢 就是cony来到民房观光 这个我们的节目 对那在推广 全民防卫议题上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样会叛逆女孩 cony的节目 也请大家就是多多的关注 这样子 那民间政府的加入 也希望就是像刚刚前面讲的 可以一起变成一个 对政府一定程度的压力 或者是至少凝聚 大家的共识跟民意 同样的想法这样子 对分头努力 希望在国防跟民防都可以有更多的进步 对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对非常谢谢cony 对感谢cony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拜拜 好 大家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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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草民房共和什么事 是一个考虑 离房一体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一体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屋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握草文章链接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握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集合我们的Podcast频道